天气还是很热 今天分享一道很棒的 南乳手丝鸡 首先看看我有两只鸡腿 吸冻鸡腿就可以了 在冰箱解冻后拿出来洗一洗 然后我们索干水 之前我已经做过一个南乳烧鸡 大家可以看我以前的影片 可以参考一下 今次也是用鸡腿 首先我们放在鸡肉那边 切一刀 因为这一刀方便 容易入味和快点熟 因为今次我会蒸 今次的鸡皮我不要 我们在骨骨旁边开刀就可以了 这样快很多 有时间就成只 但我说快点就好 慢慢来不用急 尽量用骨骨的鸡腿 鸡腿不适合 因为我觉得做完之后水分会流失 鸡腿就会好些 接着我们有七八粒的蒜头 我们压一下 等会用来腌鸡的 有几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 更加有味道 有些蒜味 第二个就是 其实是可以有软化的作用 出来的鸡肉会更加滑 接着有少少姜 鸡和姜是很夹的 可以将鸡鸡的鸡肉扯出来 我们将鸡肉切到一粒粒 然后压烂它 一粒粒有厚度 压烂它就可以了 这些全部都是用来腌鸡用的 我们用一个盆子放好 蒜头 姜 接着我们需要放少少南鱼 先调好叶的汁 然后先放鸡内叶 有关的份量 我写在营光网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 麻烦等会有可能有广告 你可以一边欣赏这个美丽的广告 一边帮狗狗猫猫素 厨粉呼吸口 或者骑柳行下 麻烦 除了南鱼之外 还有米酒 其实我们放了少少糖 糖和南鱼是很夹的 糖可以扯出南鱼的味道 然后少少三抽 我怕它不够咸 但很简单来说 都是要它的底味 最后我们会撕开它 然后还有一个汁 拌下去就会好吃 所以就不适合那么狡猾 我们将汁推开它 南鱼一眼开它 然后我们放两个鸡腿 去腌五至六个钟头 或者六个钟头以上都可以的 腌一下它 现在今次的鸡腿比较大 然后我们会有些配菜 用来做汁的 用来拌它 芫茜葱 蒜头 红椒 洋葱 那洋葱呢 四分一只就可以了 或者再少一点都可以的 有红洋葱呢 用红洋葱 或者用白洋葱都可以的 那我们首先将洋葱切丝 切幼少少 基本上是生食的 那么切 但是呢 所以一定要切幼 生食的粗的洋葱 可能大家未必受得了 忍不住 那我们切幼一点 慢慢来 不用急 尽量用刀尖去切 这样会轻易一点 切幼的丝 因为要配合整体的口感 所以太粗不适合 所以太粗不适合 慢慢在家里慢慢切 不用急 尽量幼少少 然后冲呢 3cm左右的长度就可以了 那这一堆的配菜 我全部都会生的 和这些汁一起拌 会好吃的 很清新的感觉 芫荽 1cm左右 不吃得芫荽的 顶不上一股味的 不下 如果能吃的 就一定要放 真的香很多 然后两粒蒜头 这两粒蒜头 我会切碎 我们今次吃山蒜 一样很香的 不需要切太小的 有些粒粒就可以了 你可以试试我这样 左手按着刀尖 右手摆动刀 切东西 就不会飞到四围 搞定 好 好 好帅 颜色 红和绿齐了 接着呢 鸡腿 我今次是蒸的 方便点 我们蒸20分钟左右 蒸到熟 为止 然后我们调一个汁 南鱼汁 南鱼汁很简单的做法 主要都是南鱼 我们用筋推开 然后呢 我们会有少许柱油酱 米酒 糖 这样就可以了 最后拿回少许柱油 就搞定 接着呢 我们将一半的洋葱丝 一半 一半 一半的蒜 那些蒜头可以落去 不要紧要 洋葱丝 我们留一半生的 我们等下 最后才放 我们拌匀 试一试味 有点甜味 那就可以了 搞定 接着我们的鸡腿 我们蒸了20分钟 我们用筷子插下去 流出来的热体 是透明的 没有红色的 就可以了 陈皮不漂亮 不要紧要 这次呢 不会用皮了 放在这里稍微摊 摊凉去 陈皮不要了 摊完之后 它凉了 我们就扯了 扯了一层皮 我们今次只要肉 基本上呢 很少油的 今次这个菜 很健康 很少油 没什么油 今次大发慈悲 不要一块鸡皮 接着呢 我们手撕鸡 很简单 顺着纤维 扯开它就可以了 大粒一点 不要紧要的 好吃点 太油 没有口感 那两只鸡腿 基本上够吃的了 是的 三个人 四个人 都可以了 我们顺着纤维 扯了鸡肉 拿大粒的 用手扯开它 先洗手 忘记说 今次我没有戴手套 太麻烦了 然后呢 还有些蒜 还有些 叶鸡一起蒸的蒜 不要浪费 放进去 很好吃的 软了蒜 是很好吃的 接着 我们将剩余 山羊葱 红椒 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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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芫荽 放进去 混在一起就可以了 当然 我们刚刚调了汁 放进去 放进去 就完成了 不用加 一汤匙 就可以了 试一试 不够 再加汁 这样就可以了 拌均匀 搞定 很棒 这个鸡 夏天吃一流 麻烦 还没订阅 请订阅 订阅是免费的 可以说给个赞我 分享给朋友 逢星期一三五 下午五点半钟上片 每天在社群里 会重温我以前的影片 大家留意一下 搞定吃得 葱 山羊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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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山蒜 混在一起 吃下去的感觉 很清新的 你只吃肉 是会漏的 但是拌均匀 拌均匀 拌均匀 吃下去就很棒 不要懒 有时候 就这样吃 很拌均匀 加上那些东西就很棒 希望大家喜欢 这个南乳首尸鸡 今天差不多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